从小我们就被父母、学校灌输这样的观念 好好学习,考上一所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 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过得好 但是当我们努力考到大学并找到工作后才发现 生活并没有比之前好多少 反而社会和工作的压力更大,让自己过得更加累 大家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是父母和老师欺骗了我们? 还是他们也不懂呢? 罗伯特亲戚在他的父爸爸穷爸爸书中将这个现象比喻成老鼠赛道 普通人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但是却始终就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 无论怎样拼命奔跑,都始终跑不出那个小圈子 为什么越努力工作还是依然无法富有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我将会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钱人一样找到快速致富的途径,少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 跟他们一样变得富有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你可以先考虑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每周都会分享富人思维的影片 让你在十分钟内快速吸收财商思维,提高管理金钱的能力,帮助你赶上富人的脚步 财富自由是一个在很多人心里闪闪发光的词 有多少钱代表财富真正自由呢? 维基百科上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这样的 你工作并不为了钱,而钱又完全够用 只要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等于或超过你的日常开支 如果你能进入这种状态,你就能退休了 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而不是为生活所迫,做那些你不乐意,但又无可奈何要做的事 其实,我们要的自由,本质上是时间自主权 如果可以不再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出售自己的时间 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 换句话说,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前 所有的人都在出售自己的时间 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时间 你们觉得教师和牙医这两个职业出售时间的方式一样吗? 看完影片后,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第一种出售时间的方式是一份时间出售一次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打零工的人 他们就是在零售自己的时间 然而一天24小时还不是全部都能销售出去 卖不出去的时间不会保留,而是直接消失 不复存在 有固定工作的人,相当于把自己的时间 批发出售自己的时间批发出去了 很多人过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把一年当中除了节假日以外的日子 以每天8小时的方式一口气打包卖出去 这种方式要比零售好一点 然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批发时间存在的问题了 他们的时间售价往往有天花板 老板给员工发工资一般给出的是市场平均水平 原因在于,如果给员工都开出市场上最高的工资 企业整体的成本就会被抬高,难以维持 如果开出市场上最低的工资 那员工都跑了 企业也同样失去竞争力了 因此,打工拿到的薪水 总体和市场平均水平差不多 即使是顶尖人才拿到的薪水 也大概和平均水平相当 这也意味着顶尖人才的价值被低估了 很多人还谈不上被天花板压着 因为他们所取的地势还不够高 但那些不断成长的人 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 遇到那个天花板 然而不管是零售还是批发 他们的时间都只出售一次 所以打工人要致富 就要打破一份时间只能卖一次的困局 争取要把自己的一份时间卖多次 这也是出售时间的第二种方式 卖的次数越多越好 最典型的就是作家 前期需要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完成他们的书籍作品 但是能在未来 即使你睡着也能产生真正的税后收入 除了出版图书外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到一份时间多次出售吗 答案是有的 就是一切内容制作都属于这个方式 比如写一本书 发行一张专辑 开发一个软件程序等 这个方式的好处就是 早期努力 后期躺撞 一次付出 长期收益 第三种出售时间的方式 是购买别人的时间再卖出去 你自己创业 做老板 招聘一些人为你做事 富人就是用钱买打工人的时间 让员工完成基本任务 维持公司正常运作的 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 去做其他事情 来提升自己的财富 穷钱有个穷人 在佛主面前抱怨 这个社会对穷人太不友好了 为什么富人天天悠闲自在 而穷人就天天吃苦受累 佛主微笑地问 要怎样你才觉得公平呢 穷人急忙说道 我要让富人和我一样穷 干一样的活 如果富人还是富人 我就不再埋怨了 佛主点头说 好吧 说完 佛主就把一位富人 变成了和穷人一样穷的人 并给他们一人一座梅山 挖梅所得全归自己所有 不过期限是一个月 穷人和富人一起开挖 穷人平时干惯了粗活 挖梅这活对他来说 小菜一碟 很快他就挖了一车的梅 拿去集市上卖了钱 用这些钱他全买了 好吃好喝的 拿回家给孩子老婆一起享用 富人平时没干过什么重活 到了半晚才勉强挖了一车 拉到集市上卖 换来的钱 他只拿出小部分买面包 其余的钱都留了起来 第二天 穷人早早起来开始挖梅 富人却去逛集市 不一会儿带来两个穷人 富人站在一边 指手画脚的监督着这两个人挖梅 才一上午 富人就挖出了好几车梅 把梅卖了之后又再雇佣几个苦力 就这样一天下来 他除了给工人开工钱 剩下的钱比穷人赚的钱还要多几倍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穷人只挖到了梅山的一角 每天赚来的钱都买好吃好喝的 基本没有剩余 而富人早就指挥工人挖光了梅山 赚了不少的钱 他用这些钱投资做起来买卖 很快又成了富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能够利用第二第三种时间出售方式获得收入 那我们就可能实现财富自由 钱会自然滚到我们的口袋里 哪怕我们在睡觉 在旅游 也不会没有收入 既然不同的时间出售方式对收入影响这么大 那我们该怎么优化让自己的收入增加呢 在最初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 基本上只能靠着出售自己的时间去换钱 于是大家都自然而然的运用第一种方式 能卖出去就很不错了 要是能批发卖出去就太好了 要优化这种方式很简单 就要想办法提高单位时间的售价 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有些人选择读完研究生再去找工作 理由是一样的 拿着研究生文凭去找工作 总体来说 比拿着本科文凭去找工作的单位时间售价更高 另一方面就是从现在开始 在给别人打工的同时为自己打工 给自己打工的人 总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接下来的每一步 每一个选择 每一次行动 都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进行的 都有更高的标准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结果自然天差地别 那我们该如何启动 后两种时间出售方式呢 如果你想写一本书 就算你不是很厉害 那你的书能不能卖得很厉害呢 我们要从一开始就用产品思维去思考 在产品思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说穿了很简单 不说穿就是一张彻底蒙蔽你双眼的纸 我们要做刚需 准确来说是做消费者以为的刚需 如果你的产品是消费者的刚需 即使做得不够好 人们也会买 刚需嘛 能解决多少是多少 如果你的产品不是消费者的刚需 那无论做得多好 买的人也不会太多 其他能力和品质 都是在此之后起作用的 不做刚需产品 剩下的就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做内容创作的 还是创业做某一款产品的 都要自己去找 去做真正满足消费者刚需的产品 前一阵子有一个很火的 19块9的陶瓷小茶叶罐 放到网络上 好几个月都没有人问津 后来商家把这个小茶叶罐 底下的名称改了一下 不是叫茶叶罐了 改成宠物骨灰罐 把19块9的价格改成了49块9 瞬间就清仓卖光了 它里面的关键点 转折点在哪呢 喜欢喝茶的人都会去买茶叶罐 去存储新买的茶叶 尤其是居住在 价位潮湿地区的人 原本19块9的小茶叶罐 可能刚学会喝茶买茶的人会去买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罐子便宜又好看 性价比高就买了 但随着他们喝茶档次逐渐提升以后 也会想更换一些好的茶罐 至于那些喝了5年 甚至10年以上的老茶客 大多会是选择更高品质的茶罐 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之下 19块9的茶叶罐变得可有可无 尤其是当下这个时候 大家都本能地会无紧自己的钱包 尽可能地不花钱 能不买就不买的 如果商家继续卖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很难把市场扩大 但商家非常聪明地 把底下的茶叶罐名字去掉 改成宠物股灰罐 对于那些爱猫爱狗人士 一想到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 像家人一样的小猫小狗离开了 都会愿意买 给他们安置一个小的归宿 摆在架子上 每天都能见到他 这是一种哀思的寄托 这时候别说卖49块9了 就是标499 也有人愿意买的 这个产品名称一变 定位一变 它面对的客群 马上就从可有可无变成了刚需客群 马上就从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变成了一定要买的东西 这个就是刚需客群 刚需产品的力量 以上就是为什么想变富 不能靠打工的真正原因